册封太子前夕 夫君怜惜一个青楼女 要纳她为妾 我劝她从长计议 皇帝讨厌勾兰女 这时候那进门一节外生枝 夫君再没提起 专心正式 青楼女没了靠山 被喝醉酒的恩客折磨至死 十年后 皇帝驾崩 夫君登上皇位 第一件事就是以谋反的罪名 把我全家一百多口无码分尸 她把孕五个月的我丢到青楼 亲眼看着我被折磨到血流不止 神志不清 杜妇 要不是你阻拦 献阴就不会被折磨死 这是你欠她的 你看不起青楼女 现在你也是了 再睁眼 我回到皇帝赐婚之时 指横 方指横 我不知皇上唤了我有几次 直到身旁的谢川 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 我才猛然间回了魂 我一脸惊慌大口地喘着粗气 额头全是冷汗 转头死死地盯着身旁的谢川 猛地攥紧了拳头 直到指甲扣进了肉里 流出鲜血 剧烈的疼痛让我克制住冲上去撕烂那个杂碎的冲动 瞬间从上一世惨死的画面里脱离开来 皇上摆了摆手 叹了一口气 唉 罢了罢了 你竟然瞧不上朕那预制金像的大皇子 朕也不勉强了 今日中秋家宴 朕便做主成全了你和谢川这对家偶吧 四婚 不行 这门婚事 不能办 我浑身一抖 嫌恶地躲开了谢川要来拉我的手 还狠利地瞪了他一眼 谢川愣神的功夫 我扑通一下就跪在了皇上面前 重重叩手 语气恳切 皇上恕罪 臣女还想再陪伴父亲几年 并不想早早婚配 还望皇上看待父亲年迈的份上 成全臣女的一片孝心 皇上被我这一跪弄得一正 他坐直了身子 眉头一皱 他定是没想到我会拒绝 也是 在世人眼中 我和三皇子谢川早已是慕成心许 家偶天成 按道理 我应当高兴地与无伦次 领止谢恩才对 我俯在地上 勾起嘴角冷笑着 上一世 我却是如此 可最后却在怀孕已有五个月时 被谢川残忍地扔到了青楼 折磨惨死 皇上本就不看好我和谢川 他大手一挥 容我再考虑些时日 我自视轻松了不少 脸上也渐渐恢复了些泄色 直到离席 我都没再向谢川投过去半个眼神 我怕我会忍不住夺了侍卫的长剑 将他的心肝都挖出来瞧一瞧 可我没想到他竟会在宫门前等我 还一脸微风地拦住了我回将军府的马车 方止衡 下车 我还在脑海里 弹算着让谢川生不如死的方法 就被这蠢货打断了 很烦 我动都没动 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 我父亲乃郑国大将军 兄长皆为国家立下国汉马功劳 我方家世代忠烈 谢川你一个不得宠的皇子罢了 哪里来的傲气在我这耀武扬威 谢川被我毫不掩饰的鄙夷弄得一时沉默了 我也毫不在意 如今 只要一听到谢川的声音 我整个人都浑身发麻 恶心的想吐 更别说装作若无其事 与他周旋了 方止衡 你终于装不下去了吗 我说呢 明明说新月我多年 非我不嫁 现在却当众拒绝皇上赐婚 大庭广众之下 故意让我难堪 怎么 觉得父皇气重我大皇兄 所以要去勾引谢霄了是吗 我看你这种女人生性 就是喜欢勾三搭四 下见 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上一世竟不知道 这谢川竟然如此容易被激怒 只是拒绝了赐婚 他竟就敏感至这般地步 我冷哼一声 走到他面前 赤红着双眼 方止衡你不等他说完 我抬手就是一个耳光 打得谢川一个 猎且 然后冷笑着指了指不远处 依旧正常巡逻的侍卫 语气细血 狠狠地嘲讽着 看见了吗 这就是权利 是你谢川没有的权利 我能靠我的父兄 你呢 谢川 没了我 你还能靠什么呢 你只能孤独终老 惨死宫中 最后被裹在破草席里扔到乱葬岗 连个封号都没有 你谢川脸色骤变 怒不可遏地猛地掐住我的脖子 咬牙切齿地道 闭嘴 闭嘴 本宫才不会孤独终老 是你 你才会被扔到乱葬岗 你早晚会后悔的 我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 思绪在此刻完全停滞 果然 我的预感没错 谢川也重生了 谢川的母妃走得早 怕谢川在宫中不得圣宠被欺凌 便嘱托她的闺中密友 也就是 我娘留心照拂着 一来二去 我便同她熟络了 谢川容貌清俊 为人也是风趣讨喜 深得我心 我爹本是不喜谢川的 说他一个不受宠的皇子 能成什么气候 可我却对谢川的一声一世一双人 深信不疑 因为我的执拗 将军府为谢川倾尽了全力 登上太子之位的那日 谢川紧紧抱着我 满面红光 我却没等来她的半句感激 只横 如今我已是太子 应当纳妾了 我心中一颤 整个人都呆在原地 动弹不得 含义从脚底蔓延上 心痛如脚 在得知她要娶的人 还是个妓子之时 我攥紧了拳头 仗红了脸 如今你太子之位还没坐稳 娶一个青楼妓子 未免过于离经叛道 你若是还当我是你夫人 还想当这个太子 我劝你就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 她沉默着没再提起 我以为她回头了 直到谢川登基为地 她冷笑着下旨 方家通敌叛国 暗律满门抄斩 念在方指横侍奉镇有功 免其死罪 贬为娼妓 我记不清给她磕了多少个头 鲜血顺着额头流过脸颊 我痛哭着 撕心裂肺地抱着谢川的腿 卑微恳求 谢川 谢川 方家是冤枉的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怀孕了谢川 我谢川冷笑一声 一脚把我踹飞了老远 她面色阴狠地掐住我的脖子 杜夫 要不是你当年阻拦 现阴也不会被青楼里 醉酒的客人折磨至死 如今方家的一切 都是你欠她的 你不是看不起记子吗 现在你也是了 我呼吸一致 手脚控制不住的 净乱起来 一时间难以置信 目字尽列 那时我才知道 我的枕边人竟然是一只白眼狼 吃人不吐骨头的那种 我哭诉着将谢川捅我动手的事 上奏了皇上 皇上一气之下 关了谢川半月的禁闭 我也如愿得到了些喘息的时间 今日谢川的禁闭期便结束了 小姐 小姐外面丫鬟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难不成是谢川来找我算账了 不应该啊 按道理他这时间应当是正焦头烂额着呢 我神色一愣 看清来人后 却勾起嘴角微微一笑 大皇子怎得空来只横这里 来人正是大皇子谢霄 他脚步一顿 眨了眨眼睛 愣在了门口 我抬手招他进来 他神色反倒更紧张了 这还是你头一次对我笑 只横你我怕谢川 今日会来报复 所以便想着来看看谢霄的反应 让我迟疑了一瞬 不禁暗自责怪自己 前世眼下 放着这般的人中龙凤不要 偏要那条毒蛇 报复我他怕是没有那多余功夫了 我一脸坏笑地 带着谢霄 七拐八拐地 来到了一处宅子 宅子前此时人声鼎沸 就见谢川被人群围在中间 宋献音 就是上一世间 阶害我惨死的青楼女 正抱着她的腰间不住地哭泣 阿川 这些日子都没有你的消息 你去哪里了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呜呜被围住的谢川 丹大至极 却仍轻声安慰着女子 怎么会呢 献音别怕 我不会离开你的 倒是你 怎么找到这里的 宋献音还没反应过来时 谢川静眼尖地瞧见了我 推开了他 咬牙切齿地冲了过来 方指横 我看着明显瘦了一圈的谢川 心中冷笑着 喊什么 你是狗吗 谢川气得脸都黑了 怒不可遏地指着我 兴师问罪 是你搞的鬼对吧 除了你没人知晓我这处郊外的别院 方指横 我看你就是上辈子的苦头 还没吃够 谢川不再掩饰 面容阴狠地盯着我 在我派人故意给宋献音 透露了谢川的位置时 我便知道 我重生的事 定是瞒不住的 我也没想瞒 我要让谢川明明白白地知道 没了我他连一条狗都不如 我按住了 想要替我出头的谢霄 眼神毫不畏惧地 直直地盯着谢川 我偶然得知 三皇子对宋姑娘痴心一片 甚是感动 唯恐在三皇子被关这些时日 宋姑娘出了什么意外 便嘱托了人 让宋姑娘早些与你相见 说起来 宋姑娘可是青楼的头牌 为她赎身 可是花了我一大笔银子 三皇子不敢接我就算了 怎么还狗咬吕洞宾呢 我特意拔高了声音 加重了青楼二字 本都安静下来的人群 再次叽叽喳喳起来 竟然有人愿意取娼妓进门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徐那可是皇子啊 可不敢乱说 不过是一个不得宠儿子罢了 还喜欢上个青楼女 我看她这辈子也上不得什么台面 谢川气的脸色铁青 仿佛在暴怒的边缘游走 呼吸都有些不顺畅起来 她一扶秀 压制着怒气大步走到我面前 方指衡 我们谈谈 就你和我 你可敢 不行 谢霄皱起眉头 低喝一声 我却冲她摇了摇头 无妨 谢霄犹豫了下 冷眼看向谢川 对她进行了一番很厉的警告后 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 谢川也安顿好了宋献音 开口时 大意凛然的模样让我无语至极 方指衡 你果真还和前世一样 无趣死板又叫条 不像献音 温柔似水 会哄我开心 不过没关系 看那献音还活着的份上 今日之事 我便不与你计较 若是日后 你再耍这些小手段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前世因为你的自私善度 害死了献音 如今上天 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希望你安分守己 不要重蹈覆辙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 脸上竟是错愕 谢川的语气满是上位者的谴责 他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 我斜腻着他 讥讽地笑出了声 谢川 你不会还当自己是太子吧 我真是糊涂 和你这种人渣败类 还有什么好说的 真是平白让我自己恶心 我不想再多说一句 转身就要离开 谢川在我身后 发出重重的一声叹息 方止衡 你当真要执迷不悟吗 我仿佛听到了 世上最大的笑话 不懈地冷声哼笑起来 我被谢川 无情地扔到青楼 被打 被骂 被欺辱惨死 连带着我的孩子 也没机会来到这世上 鲜血从胯下流了满地 温热过后是刺骨的冰凉 混合着那股血腥味 我到现在都没法忘记 他管这叫执迷不悟吗 谢川 你听好了 你我之仇 非血债血肠 不可磨灭 那日以后 我就猜到了 谢川一定做些什么 毕竟 他倾心倾楼继子之事 无论如何是瞒不住他的父皇的 可接连多天 我也没听见 皇上为此大发雷霆的消息 谢川虽不得胜心 但若说身上流淌的皇室血脉 却是如假包换 皇亲贵胄 爱上青楼妓女 如此有损皇家威严之事 按道理是万万不可的 事出寻常必有妖 只恒 你派人叫我前来有何事 谢霄进来的时候 整个人风尘仆仆 整个人明显是刚从哪里赶回来 我赶忙倒了杯茶 递给了他 你这是去哪了 谢霄笑着摆摆手 猛地喝了两口 西南水患已有多日 难民流离失所 我连夜带了些人马 粮食过去 总能解一些燃眉之急 我心下又是一阵自责 后悔的只想撞墙 上一世被谢川进水楼台 竟才发现 这谢霄倒是个肯放下身段 为黎民百姓做实事之人 怎么不回去休息好了再过来 谢霄听了 脸色有些严肃 若不是水患之事 我早就想来的 据我所知 谢川近日拉拢了多位大臣 在父皇跟前为他求情 还编了那青楼祭子 就过他的性命的谎话 堂堂皇子 竟和一个娼妓传了段家话 真是可笑至极 况且人人都知你心目他 谢川如此又知你的名声于何地 谢霄说到激动处 猛地拍桌而起 我被他吓得一击灵 愣了一下又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谢川的行径我大致也是能猜到一二的 果不其然 没有了我 他的手段也只能低劣至此了 谢川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他之所以能登上太子之位 都是因为我方家的鼎力相助 今日找谢霄前来 也并不是想和他探究谢川的手段的 我要做的 是彻彻底底的 击溃谢川最后一丝稀计的破局 谢霄 娶我 你可愿意 立谢霄为太子的圣旨 同为我和他赐婚的圣旨 是一起宣下来的 谢霄一时间多了许多事 叮嘱我先回将军府 晚些来看我 只是没想到 我刚一进门 就瞧见了在中堂微坐的不速之客 谢川 府上何时见了条狗 来人 赶出去 我看都不想看 转身就向府内走去 谢川进两步窜了上来 拦住了我的去路 我防备的后退半步 还以为他要报复我 只见谢川争了正一关 倾咳了两声 只横 我想清楚了 我还是爱着你的 我瞳孔皱缩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着目光灼灼望着我的谢川 我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谢川 你让人夺舍了吗 谢川神色一变 却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不耐烦 做出一副痛心疾首 伤心欲绝的模样 只横 你相信我 我是真的想明白了 只是现在怕是晚了 你已经与我皇兄在一起了 不过无妨 我只是想让你知晓我的心意 只要你余生能平安快乐 我也便心满意足了 我刚想叫来护卫 将这满口胡说八道的谢川扔出府去 不过眼中一转 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今日心情甚好 不妨陪你玩玩 我长叹一口气 无奈地摇摇头 还象征性地低下头抹了几下根本没有的眼泪 故作后悔不已的模样 你怎么不早些同我讲呢 唉 一日服七百日恩 你若是回头 我定是心生欢喜的 其实我和太子殿下的婚事 也并非没有回转的余地 若是你话不等讲完 我就瞥到了谢川的双眼都冒出了金光 那点小心思 真是半点也藏不住 只横 我就知道你心中也定是有我的 还好 今生苦果未成 定是上天又给了我们一次再续前缘的机会 只要你和方大将军愿意支持我 将来我若登上皇位 你就是我的皇后 方大将军就是开国功臣 谢川的面容越是谄媚 语气越是和善温柔 我内心的鄙夷和嫌恶便不断地加剧 他谢川害了我全家 现在却想告诉我往事暗沉不可追 我垂着头连眼皮都懒得抬起 握紧了拳头 对谢川的恨意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 无法抵挡 我低着头 神色晦暗不明 那宋献音怎么办 谢川身形一颤 竟冷笑两声 他 一个青楼妻子 除了伺候我 唱几个小曲 什么也不懂 尚不得台面的东西 你若不嫌弃 就让他为挪威臂伺候你就死了 这个谢川 前世因我的造福 让他过惯了狐家虎威的日子 如今这些时日过去 他应当是受尽了那些 本就该属于他的冷落和白眼 不过他这般的能屈能伸 倒是让我惊讶了一顺 我接连冷哼了几声 笑了起来 嘴角的弧度甚是轻蔑 终于 我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 眼角便蓄满了泪水 谢川看着我的反应一脸的疑惑 谢川 前世你为了给宋献音报仇 害了我全家的性命 致我惨死 我还以为你对他 起码也是情深似海 怎么着 也能在我手下 多过几个回合 怎么 这就挺不住了 谢川眼神闪躲 还在试图狡辩 只横 你听闭嘴 恶心 我猛地拔出墙上的长剑 架在了谢川的脖子上 谢川 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吧 看你那副命不久已的短命像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 比你风姿如玉的大哥强 你且睁大你的狗眼看着 今日你失去的是太子之位 来日眉的便是你的命 谢川脸色瞬间失去血色 脚下亮翘了几步 半嗓 他许是看清了和我再无转环的余地 竟然趁我不注意夺了我的剑 暴怒着向我刺来 我神色自若 不过一个闪身 一掌卸了他的剑 就将他踹飞了老远 我拾起剑 眼神狠利地走到他的身边 谢川满眼惊恐 疯狂地向后退去 你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手啊 看 谢川多愚蠢啊 他真的以为 郑国将军的嫡女 是个废物花瓶 我一把捂住了谢川的嘴 不让他的惨叫声太过刺耳 扎进他大腿的剑 却又多用了几分的力气 须别叫 不然说保下一件就刺激你的喉咙了 我没要了谢川的命 他连滚带爬的滚出了将军府 倒也不是不敢 只是谢霄刚刚登上太子之位 我不好在这时给他添堵 况且 现在让他死了 岂不是便宜了他 谢霄回来时 我虽已经吩咐下人清理了血污 但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 他定是能闻见的 只横 你没受伤吧 我一正 摇了摇头 谢霄紧张的神色也随即放松了下来 你不问问我发生了什么吗 倒是我有点忍不住 谢霄又上下扫尸 仔细检查了我一下 我对你有信心 也相信你 我心中一暖 虽然谢川不足为惧 但我还是叮嘱了谢霄当心留意着血 小心他暗中使坏 宋献音大约是在三日后和谢川闹起来的 听到消息的时候我面色如常 多蓝不惊 毕竟谢川同我表明心意 说他一个记子上不得抬面的事 不让宋献音知道 岂不是可惜了 听说宋献音将谢川的宅子闹了个乌烟瘴气 摔坏了不少谢川的古董花瓶 我心里盘算着 为了报警这棵大树 这次宋献音应当会逼迫谢川 尽快娶他过门 到时 我一定让谢川再不得翻身 一臭万年 可不过短短几日 宋献音就没了什么动静 不对劲 骑饼太子妃 杯子查到宋献音拿了三皇子的银票 前后换走了一千两雪花白银 哦 宋献音竟然只要了钱就消气了 竟然没趁机为自己求一个名分 我皱起眉头 心里反复琢磨了起来 连谢霄叫我一时间都没听见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哦 没什么 倒是你 怎么一脸烦躁 谁招惹你了 说来让夫人我听听 谢霄脸色一红 不再严肃笑出了声 也没什么 父皇前些日子将科举之事交给了我 但我竟没想到 竟然连一个小小的秀才都腐败至极 你知道他给了我多少银子吗 一千两 整整一千两 让我保他高中状元 我忽然意识到什么不对 脑海中灵光一闪 那人现在在何处 谢霄不解地看着我 一副你在说什么鬼话的模样 天牢啊 难不成我还能真收了他的贿赂不成 我没回答谢霄 只是嘴角控制不住地翘了起来 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宋献音来了 不过看样子 他明显是没料到 竟然都不用通报 就堂而皇之地进了我将军府的大门 不同于我那日 瞧见他衣着光鲜 容貌娇艳 今日他看起来 着实是有些狼狈 面色苍白 忧心忡忡 坐吧 我禀退了下人 云淡风轻地开口 宋献音仿佛被定在了原地 望着我动也不动 半赏见我仍旧不为所动 他冷笑一声 你看见我一点也不惊讶吗 我只是轻笑着 也不回答 方止衡 你是怪物吗 我抢了你的心上人 你竟然还能如此平淡 你不应该我猛地抬头 冷烈的眼神撇过去 宋献音立刻尖了口 我应该如何 把你抓起来 杀了你 然后夺回谢川是吗 宋献音 你还真是和谢川一样的可笑 我的夫君乃是当朝太子 我是尊贵的太子妃 谢川 不过是我不要的垃圾罢了 宋献音脸色骤变 柳眉倒数 气愤地张开嘴 想要反驳 却被我抬手打断 不过你也不亏了 谢川如今 纵使有些厌烦了你 但你不也是没对他坦诚相待吗 你们两个 还真是蛇鼠一窝 我眼见着宋献音的双眼 迅速地布满了谢思 水袖下的拳头握得咯咯作响 方指衡 你到底知道多少 你想做什么 我故作不满地摇了摇头 不对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不对 我就要送客了 我们两人看着彼此 谁也不愿先开口 房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谢川自请去了西南治理水患 前几日 我听见他老是自言自语 说什么 他一定能成功 到时候民心所向 他会是新的太子 你你不怕吗 宋献音见我波澜不惊 急切地都上前了两步 我当然不怕 上一世我虽没陪着谢川前去西南 但我的父亲和哥哥都在他的身侧 用尽了办法帮助他 才让他成功控制了水患 解救了万千的黎民百姓 谢川顶替了所有的功劳 也正因如此他才得到皇上的赏识 登上太子之位 怕 我不仅不怕 我还要替他谢川大肆宣扬呢 宋献音清脆了一口 疯子 方指衡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能不能不能 宋献音 光凭这些可还远远不够呢 我甚至都不需要派人去查 都能料到 失去了我方家的助力 凭谢川自己的能力 不过就是个跳梁小丑罢了 别说治理水患了 他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 我买通了几乎全城的乞丐 嘱咐他们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三皇子谢川治理水患有功 就万民于水火 乃是百年难遇的英雄 我还偷偷告诉谢霄 这几日一定要装得很烦心的模样 时不时地在皇上耳边念叨着 他三弟真是人中文俸 能力超群 令人敬佩 谢霄顿时就明白了我的用意 只恒 万一谢川他成功了 没有万一 废物永远都是废物 虽然我没派人去监视谢川成功与否 但我却吩咐了人近几日 都在各个城门口守住待兔 以便在谢川想要偷偷摸摸回城之时 我能第一时间赶到 谢川的车马就这般水灵灵地被我拦在了城门口 被大批的百姓围了起来 指指点点 我故作一副惊讶的样子 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哟 这不是三皇子谢川吗 真巧啊 听闻三皇子去了西南治理水患 真是大英雄啊 三皇子有所不知 这百姓啊就等你回来感谢你呢 不过三皇子这是怎么了 怎么弄得一身的泥污 瞧这一间还没干透呢 三皇子不会是失败了把我捂着嘴 闷声低笑着 我不是派人回来阻止大肆宣扬此事了吗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 谢川咬牙切齿地和身旁的吓人低语 跟着一道金光落在了我身上 他就算再蠢 也看得出来 这一切都是我在丛中作梗 是你八方止衡 是你暗中使坏 置我于这进退两难 难堪至极的地步 谢川面容阴狠地盯着我 死死地孤住了我的手腕 像要淡我之肉 淫我之血 我分毫不必 指着身后气势汹汹赶来的禁卫军 大方承认 是我 怎样 想要报仇吗 那也要等你能全须全已地 从皇上那里出来再说吧 我以为有了之前的教训 谢川起码会对我多了几分畏惧 却没想到他孤住我的手更用力了 止衡 你忘了一件事 你了解我 我也一样地了解你 你回头看看清楚 禁卫军到底是来抓我的 还是来请你的 方执行 我要你同上仪式一样 被折磨得非人非鬼 最后带着满腔的愤恨 绝望而死 直到我跪在大殿之上 听着皇上立声呵斥 要把我推出去 斩首示众时 我才堪堪回了审 谢霄跪在我的身边 拼命地磕头 替我求情 父皇 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 儿臣愿用太子之位担保 执行他对父皇 对整个国家绝无二心 父皇 我心中猛地一尘 自打重生之后 我就不敢相信任何人 谢川带给我的阴影 在我心头一直挥散不去 但此刻 我感觉一股暖意 遍布了似之百海 过往的 局宇一瞬间都烟消云散了 我一把握住谢霄的手 红着眼眶 冲他摇头 这一幕被谢川看在眼里 还以为我放弃了挣扎 准备认罪了 一脸的小人得志 父皇 儿臣此次之所以没能成功治理水患 全然是因为 截到了这封与敌国通气的书信 尽管令儿臣难以置信 但这信上的笔记 分明就是方志恒方小姐的 儿臣没想到皇上那般地宠爱他 他竟然出卖我国机密 暗律当斩 谢川说的那封书信 此刻正扔在我的脚下 我苦笑着捡起 上面的字迹分明 就是谢川模仿的 可我没法辩解 我总不能说 上一世是我亲自教的谢川 他若是想 能将我的字迹模仿到九分相像 不会有人相信的 我转头看向谢川 眼中无悲无喜 谢川 污蔑太子妃 欺君往上 你知道暗律当如何吗 凌迟处死 谢川被我的很利的目光 吓得一击凌 愣住了一瞬 却一甩一袖 冷哼一声 装神弄鬼 我也不再搭理 重重地叩手 启禀皇上 臣女也有人证 可证清白 望皇上准许他入殿 谢川的眼睛陡然间睁大 眼神中透露着错愕与怀疑 允了 轩他进殿 民女宋献音叩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谢川 别急 你的死期这就到了 献音 你在做什么 有什么事我们回去说 谢川慌乱的想要去拽宋献音的手 却被宋献音一把甩开了 我嘴角忍不住地勾了起来 冲着谢川嘴巴开开合合 你 死定了 谢川定是读懂了我的唇语 整个人脚下虚浮 差点摔倒 民女宋献音 是三皇子的密友 民女可以证明 这封信是三皇子谢川 模仿了方小姐的笔记 而伪造出来的 三皇子得不到方小姐的爱慕后 便因爱生恨 还常说 常说 要让方小姐和太子殿下付出代价 皇上拍案而起 颤抖着手指着谢川 怒不可遏 谢川的伪装终于功亏一篑 他惊慌失色地不停地摆着手 不是的不是的 是因为因为重生的事 我说不出口 他谢川 自然也是没有办法 父皇 他在胡说八道 这贱人是在胡说八道 他就是个低贱的青楼妓子 说的话都算不得数的 宋献音脸书帝沉了下来 谋底的神色灰暗不明 却是冷得圣人 他从袖口中掏出数十张信纸 举过头顶 大声地斥责 皇上名剑 这些都是谢川在家中 为了仿方止衡的笔迹锁链 证据确凿 不容他抵赖 谢川急了 下意识想过来抢夺 被我一脚踹倒在地 贱人 宋献音你个贱人 我对你那么好 为你赎身让你穿金带银 享受荣华富贵 你竟然出卖我 面对摊在地上大吼大叫 像疯狗一样的谢川 宋献音不屑一顾 只是冷笑了几声 什么也没多说 呸谢川被禁卫军驾走了 这次他就算把喉咙喊破了 也定是无用的了 天道有轮回 我到天牢看谢川的时候 已经有些认不出他了 其实我本不想来的 事情已经结束了 谢川的结局也不会再更改 我的心结也算开了 不过听闻他每日都吵着要见我 我还是觉得来瞧瞧他的狼狈样子 也不失为一种愉悦心情的办法 一见我来了 谢川猛地窜到了牢门前 戴的镣铐哗哗作响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叫宋献音来见我 又是你方指衡 说 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迷惑了宋献音 让他出卖我 我嫌弃地捂住了鼻子 发出责的一声 谢川 都死到临头了 还纠结这个 有什么意思呢 谢川被我无所谓的模样 惹得暴怒起来 他疯了似的大吼大叫起来 说 说啊 我眯了眯眼睛 其实很简单 不过是你算计了我 宋献音却算计了你 我扑通一下 就跪在了皇上面前 重重叩手 语气恳切 这他目的是 接近了你 毕竟你再不得宠高低 也是个皇子 有了你 金钱和靠山 便什么都有了 谢川眼神空洞地不住摇头 嘴里还不停地重复 不可能 不可能我哼笑一声 抬手指了指他对面牢里的男子 看见他了吗 秀才 拿了一千两银子 贿赂卸销 想弄个状元当当 一千两 听着耳熟吗 对 别怀疑 就是你用来哄宋献音 开心的一千两 他拿来接及他的青梅竹马了 谢川华坐在地上 整个人都失去了生气 也不知还能不能听见我的话 你去西南的时候 他独自来府上求我 只要我能放了那个秀才 他什么都答应我 你答应他了 那现在能放了我吗 一只低头的秀才 突然出声 吓了我一颤 我猝起眉头 满脸的不耐烦 放了你 你还是留在这和三皇子交流感情吧 顺着我蹲下身 细血地盯着半死不活的谢川 我答应他 只要他帮我 我虽然不能答应他的请求 但我可以替他处理掉你和他 再给他一个干净的身份离开京城 从此他将不再是低贱的青楼继子 宋献音是个聪明人 但你不是 谢川 我听说凌迟处死很疼的 这次你怕是入不了轮回了